Hello,大家好,Reiwanです 今年2022年 所有的URL限定已经出完了嘛,总共12张 原本以为年末还会有两张的,但是 因为官方把它们升级成URL的关系啦,所以来到现在的时间点来说 2022年的URL限定已经全部出完了 所以这次打算带大家来看一看,今年一整年12张URL限定啦 他们个别的排名啦 从第12名到第1名 这个是今年所推出的啦,而不是所有的URL限定 2022年的URL限定罢了 OK,那么今年其实我个人还蛮好运的啦 有 抽到一半的那个限定 然后这张鸡牛是换回来的啦 不过已经是很棒啦,对比起前年甚至去年 OK,那么这边就直接开始啦 第12名其实也不用特别说啦 就没有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画面内 哈哈,因为我没有抽到 然后其实也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会是谁 处置 事业一号宜人节 我们的Lattice Oni讲 老实说这张卡嘛,他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他的队长技啦 赛亚人片跟纯粹赛亚人 170% 然后 横渡宇宙的战士 30% 老实说横渡宇宙的战士 可以组出来的纯粹赛亚人其实是偏少啦 可以说是 赛亚人片 极细的角色 会比较猛这个样子啦 不过纯粹赛亚人组进去 他还是能被 队员给带起来啦 其实要用 Lattice 来打 红旗 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队友够强的关系 可是他自己的能力真的是有点惨不忍睹啦 限定卡中的 超特大 真的是好可怜喔,只有超特大罢了 虽然说有攻防 大幅上升 跟全体攻击啦 可是就今年来说都是打单体 而且重点就是 他打全体的时候也没有 很强 敌人两体以上时 防御力150%提升 受到攻击的当回合种 必定会行 然后也就没有extra的加成 也就只有一个150%了 其实数据在下面大家可以自己看得到啦 敌人两体被先攻必定会行嘛 会乘以1.9 可是就 这么低落的那个数据 就算被先攻了 才行 也才不到500万的输出 这个就是他残念的点啦 然后面对敌人一体的时候啦 血量50%以下 敌人血量50%以下的话 还可以炸到个640出万的输出啦 然后本身防御力这个点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过得起啦 财心满连接 就是有连到这个的话啦 还有一个37.1万啦 或者就是34.7万 如果是把他的连击点高 那么可能可以上看到 40出万 至少在防御力方面 是还可以啦 本身的主动剂 要受到三次攻击 然后敌人一体的时候才可以发动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啦 还蛮 无言的啦 蛮矛盾的 这个就是 经年度啦 我们 最强的Lattice 从 后面倒数上来啦 最强的Lattice 哈哈哈 这个就是第12名啦 简单明了 大家都知道 诶 那么再来嘛 就是第11位啦 第11位来说的话 我本身也是没有抽到 诶就是这一张啦 交替 蓝神空背啦 嗯 老实说 这一张你不能说他弱 但是真的是不到强 使用力来说也是蛮低的 可是他同样啦 就是强在他的 队长技 神刺炎跟修炼进化 嗯 血共防1007 然后纯粹赛亚人 30% 老实说 有纯粹赛亚人在队长技内啦 大部分都会有相当的威力啦 诶毕竟可以组进来 目前来说确实是不怎么样啦 因为神刺炎很久没有更新了 然后 也不是很久没有更新啦 像 红神双人在队内 也是蛮猛的 只不过就是还需要等待未来可能 宇宙生存篇 更加的更新 或者神与神这个机场展 再次的更新 应该说 超偏的那个神刺人角色再次更新啦 然后 才会蒙上来啦 嗯 像蓝神悟空 红神悟空 奇异悟空这些之类的 嗯 老实说这张 呃交替 交替空被啦 他们有这个攻击无限上升 其实还蛮不错的 只不过就是你整体使用上来的话 真的不太容易啦 嗯 是有攻击 也有防疫 可是这个交代这一边啦 也是只能留到 最紧急时刻 可能就是要单回合做到大输出的时候 才能来做交替 要不然的话 因为 因为美吉大本身交替之后啦 比较麻烦的点就是 他需要吃到红气异 他才能强的上来 要不然的话 嗯 他其实还蛮惨的 因为 吃到三颗红气异 他的防疫力啦 才可以来到最大只 所以 只吃到一颗啊 或两颗啦 都还蛮能满足这个角色的 嗯 其实通过数据大家也是可以看得到啦 有吃到红气异 跟没有吃到红气异的差距其实是相当的大啦 58万对标36万 这个就蛮重要的 嗯 而且他的攻击也会受到红气异的影响 然后 最终的那个最大输出啦 也没有到非常高 大家可以看得到啦 一切 他的一切的那个美吉大这边一切的输出值全靠的就是 蓝神悟空那边跌了多少 然后蓝神悟空本身的表现 还行啦 也不算到很差 可是在今年度来说 我就 嗯 有点差强人意啦 中规中矩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就给他排在第11名啦 很难讲述出他们最大的那个讲讲不好用的点 但是就实际使用上来确实是没有到非常好用 就是这个样子 今天的卡不能说弱啦 因为毕竟都是200%出来的 都有一定的强度啦 OK 那么接着的话是第10名啦 第10名这个其实我是不太想要把他摆在这边 可是就 因为 因为他爸爸的关系所以就只好摆在这边啦 这个 队长技其实还OK 然后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他的交代条件啦 战斗中必杀发动三回以上 才可以 才可以发动 这个交替父子第10名 主要就是被爸爸给害了 要不然的话 乌犯本身 强到炸 乌犯本身真的是强到炸 可以无限迭攻 还可以防疫提升 还可以高确立气绝 然后 行动之后还可以回避 但是 他在这个悟空的阶段必须要回避才可以提升能力 如果遇到不能回避的关卡会比较尴尬一些啦 然后他本身的回避力 高确立啦 是有到高确立啦 前面5个回合内 可是 需要开了必杀或者说行动 开了必杀之后 然后 有时候真的是 实际体感不是很理想啦 虽然说是有到50% 莫名其妙的 不是很好的体感就是了这张 可能就是因为他本身防疫力太低的关系 所以就 只要被打到就感觉痛不一声啦 不会有种 可能稍微被打到一下两下没关系 偶尔有回避到就好这样子的情况吧 这是最大的问题啦 如果如果是可以跌到满被动的话 开完必杀还是有40亿万的防疫力 还是比那个交替的 男神空杯来得高啦 悟空阶段的时候 然后火力本身其实也更猛 什么都很好 但是就 不懂做什么 就很难去跟他跌上去 然后最重要就是 如果运气不好 因为本身不自带连击的关系 需要三个回合之后 也就是登场三次 再登场也就是第七回合 第七回合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做到交替 然后交替误犯之后 还需要稍微暖机 因为需要给他去被打 4下 攻防才会提高 然后要6下 接着才可以全属性感多 就是接下来的全场战斗 所以这个会拉的蛮多时间啦 主要就是他的 他会排名比较低就是 暖机的时间太久啦 可是大家可以回来看一下他们的数据啦 整体来说其实是还蛮OK的 像 悟空方面 蛮连接 然后有跌到一些必杀 蛮被动 800多万的输出 防御力也有40多万 都还蛮OK 交替器误犯的时候 虽然说防御力会被血量控制 但是因为有一个全属性格斗的存在 当被动全部跌满的时候 就算血量只剩下一半 也有50多万的防御力 再配上全属性格斗 再配上气弹系必杀 超高确立无效 再加激烈威力的反击 其实就非常的强 就如他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有说过 天下无霜的威力 这个无反 可惜88就没有这个威力 要等他交替过来的时候真的是花了非常多时间 所以就 会被压的比较低啦 不过因为现在小鸟悟空出来之后啦 有人帮忙扛一号位 会好用不少 会好用不少 然后反击的威力大家可以自己看到啦 都是很猛 因为是 最新的 背力来的 4个4的背力 非常高 240万 然后可以打出将近1000万的反击伤害 几乎就比那个 快要可以 比过那个叫什么 那个超市 超市国其他的那个反击威力了 超级猛 真的是超级 嗯 可是要看到也不容易 因为 就是 要花很多时间 才可以交替起 这边 然后还要等到他被动跌到满 才有到这样子的威力 那这个就是他比较难的点啦 OK那么 接下来嘛 就是第9名啦 第9名是我所拥有的啦 嗯 是这一张 摩达啦 摩达老师说这一张 会觉得他有点 不是很强的感觉 最主要啦 就是 他的火力不够猛啦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啦 跟L之父子做连接的情况下 攻击50% 然后 血量88%以下的时候 也才只有一个500多万 585万的输出 不到600万 其实是还 蛮低的 在今年来说 可是 这一张摩达的强点 嗯 队长技上面就还行 队长技还行 主要就是 他的被动啦 哎 攻击参加回合开始 是啦 然后队伍内有突然刻是存在 他就会有演出 重点就是 战斗中受到的伤害 30%减轻 这个是直接有减伤30% 然后再配上他本身 吃到6颗猪 可以获得 多 20%的减伤 多得50%的减伤 这个就是他强悍的点啦 因为现环境大家都知道啦 能够扛伤的角色是多么的优秀 可是 他同样啦 也是需要行动之后 防御力才会上来 再配上那50%的减伤 才会猛 所以 还是 不能占1号位 比较难占1号位 不是不能 是比较难 50%减伤其实是还蛮猛 可是就 开完必杀之后 才是他的全能力触发 因为他有一条必杀发动时 攻防50%提升这个样子 然后有一个非常愉快的 就是 Final Exploration的这个主动机 也是需要受到6次以上的攻击 然后火力其实还蛮猛 而且发动回合中 必定会星还可以使敌人全体气绝 可是 自身要扣血18%啦 嗯 不过如果是打到后段的话啦 最后 最后一关的时候 敌人的血量不多 然后 面板转的直属足够多的话 那么开着主动机 配上必定会星 然后再赤足回血 其实是还OK的啦 嗯 那主要就是 他本身的火力值 没有到这么高啦 所以会这样低 而且他的队长技在这边 也不算是到特别好用 因为 Extra的30%是属于天才战士 基本上这个Begitta摩达啦 就是要组回整个Begitta戏谱啦 配合摩人普篇一些些的角色 整个队伍上来当然是强 当 在自己有抽到只副指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的话 嗯 会下降一些些 不过整体来说还不错啦 就是 缺带威力感没有这么足啦 就少了一点点的火力 这边大家 大家都看得到啦 580万啦 这个就是他比较可惜的点啦 好那么接着就是第8位啦 第8位的话这场还蛮行的 这个是11页所推出的啦 我们的巴达克 技术巴达克 非常强力的队长技啦 悟空系普 再加上纯粹杀人 所以就是说 巴达克 悟空 都可以在这个队伍内 是非常棒啦 老实说可以把悟空全部组成200%啦 怎样都落不到哪里去啦 队长技上面 然后他本身的能力 老实说他能力其实是有点小缺陷啦 要不然的话他的排名会更高 就是他本身不自带连击 要不然的话 会更猛 因为 他的能力提升这边有一点就是 必杀发动啦 每一次必杀发动攻防40%提升 最大120% 因为他是限制了必须要发动必杀 然后如果是讲台路数不够高的话啦 连击没点到这么高 当回合没办法 出到两发必杀 或者就是每个回合都这么水没有连击必杀的话 需要一二三四 登场四次才可以跌到满 这个就会花了相当多时间啦 不过 他好处的地方就是登场动画这边的话啦 有一个看破必杀 转红族 转红族又是可以他自己的能力取得 虽然说去到后尾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队伍内 只要可以把红神悟空啊之类 转红族的角色 像是提鼠的小悟空阻定器的话 那么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 依然的强大 两颗猪刺到全属性效果马群 三颗猪刺到必定会行 这个就是他很强悍的点 通过数据其实大家也是可以看得出 他的强悍度啦 而且他的这个 主动剂也是很棒 因为 棒的地方就在于啦 造成伤害过后 当回合必定会行 他的火力是非常的猛啦 大家可以看得到啦 比如说是讲跟知属的Thomas做连接的时候 火力输出 蛮 猜心的状态 979万 全属性效果马群 1469万 如果是刺到三颗猪破的就是开了主动剂过后 是乘以1.9 将近2000万的输出啦 嗯 这个就是 火力非常猛 然后防御力的话在跌满 就算是行动前 也是有59万的防御力 这个是很夸 很浮夸的防御力啦 要不然就是说没有 紫头马做连接啦 就只不过是连到战斗民族啊 灵战啊 塞人的血 超级战 因为他的连接其实相当有救 火力也是有一定的数值 然后防御力 45.4万跟68.1万 进行动之后 在现在环境来说看上去啦 还是有相当不错的能力的啦 不管是攻击还是防御 甚至是队长技 都是优秀 所以就会把他给安在这个排名啦 第8名 OK 这个就是我们第8名 自属的巴达克啦 稍微来大家知道一下他们的优点跟缺点啦 好在上一期的话 是第7名 第7名又是我没抽到的角色 可是这张我好想要啊 往下拉大家也知道啦 没错 就是这张 速速的变身赛鲁 老实说这张变身赛鲁 我犹豫了很久 因为他 真的 很强 他可以进的队伍 也蛮多的 也蛮多的 而且他本身能力 真的是 相当的实在啦 队长技码 人造人间 赛鲁片 还有励质吸收 170 人造人 30% 可以组进来的队伍 基本上 最好啦 是全部都是 赛鲁当然是最强啦 其实他就现在基本上这张就等着赛赛鲁的极限在罢了 提赛鲁的极限在上来对他带来的效益其实还蛮不错 可惜提赛鲁不能扛1号位 所以就指望着赛赛鲁可以扛1号位的话 可以带着他的话会飞起来 然后这张因为他是有 Boss Carrier 这种 最主要的大魔王连结嘛 所以配合励质吸收的魔人扑 其实也是会好用不少啦 嗯 像是他的第1阶段有一个无限跌攻 第2阶段也是有无限跌攻 所以带到第3阶段的时候 攻击在前两个段落如果是比如说是有开路的朋友 因为他们本身有自带连击嘛 所以前面跌的越多 去到后面就会越强 火力就越满 而且这一个的话 赛鲁本身的这个被动 其实很强吧 完全提的时候 攻防250%提升 必杀技发动时攻防50%提升 自身自带彗星发动 回避力35% 如果敌人一提的时候 攻防还会50%提升 然后血量在50%以上的时候 还可以高确立 必杀最佳发动 那么 我们最喜欢的角色啦 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自带彗星 自带减伤 自带回避 自带连击 这一张虽然说没有自带 减伤能力 但是因为有回避能力 可以稍微来 补一下 然后又有连击 又有灰星 其实就是 综合能力 是非常强的 虽然说 连击上面有一点点的条件 但是 有几张是没条件的 所以这个也不影响它的优秀点 而且在输出面上大家可以看得到啦 前面的段落当然没有到很强 面对敌人一提 第一形态的赛鲁的时候 可能也就 400出万 30多万的输出 可是来到完全体形态 跟ZL2赛鲁做连结的时候啦 65%攻击 15%防疫 然后火力 如果是一次必杀 916万 开到连击必杀 954万 如果是三连必杀 将近千万 单回合将近3000万的输出 如果再配上它的汇星触发力 那个更加的 不得了 所以就在火力上面是很猛了嘛 接着再往下看 如果是回防疫力的话 它可惜的点就是不能占一号位罢了 因为行动前也才33.4万 没有到很高 可是行动之后 65.2万 两连必杀 80万 如果是开到三发必杀的话 将近100万的防疫力 所以是绝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 它是很强的 其实YAMO我会想要把安到更高的排名啦 只不过 怎么说呢 它在使用上面来说 现在 还是有缺了一点 刚才就说到了 就是缺了它的 一个可以帮忙 站在一号位的队伍啦 的那个队员 这是比较可惜的 然后在这边它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激怒效果 敌人一体 血量在50%以下 也就是说 危机时刻我们可以靠这个激怒啦 来救命 而且这个激怒 很棒 有一个必定会星 所以也就代表说 就算激怒之后的火力可能才两三百万 但是敲出来的伤害啦 因为会星的关系会增加增值 可以打出更实际的伤害 可能因为一个激怒就把敌人解决掉 脱离了这个危险环境 赛鲁就是 这么能猛 OK 这个就是我们第七名的赛鲁啦 然后再往上去的话啦 然后 就是第六名嘛 第六名的话我是给到了攀降啦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本身的火力 撑的是很猛 可是 它也是有缺点啦 自己没有开路的话 应该说没开路的话 其实是比起 赛鲁来说 可能会落上一些些 嗯 就是在会星方面 跌得不够快 然后 连击 不够 不够理想 当然它自己也是有连击但是是有条件式的啦 被动大家应该记得吧 自身的攻防150%提升攻击时 攻防50%提升站在一号位自身的气力加二攻击再提升50%而且 在自身攻击之前有一个减伤50%也就是说其实攀降啦 是属于可以很好的站在一号位的角色啦 然后在它行动之后每一次攻击 攻防20%提升最大100%所以防御力也还是会在 继续的往上升 虽然说整体提升到完 在这个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数据啦 也才46.7万的防御力但是 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据了啦 而且 站在一号位 大家很怕的都是先攻必杀嘛 它可以帮忙扛掉 50%的减伤算是优秀 然后攻击参加中 我方的GT hero类别的孙悟空啊 特朗克斯啊或者几日存在时啦 必定最佳攻击且高确立必杀发动 这边的话就可以 让它更快的做到被动的提升 跟它的 必杀发动 再次提升它的火力上升 这个攀降其实它主要强就是强在它的火力 跟一号位啦 还算蛮安全 虽然说一号位的后续攻击啦 因为 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后面的角色 不管是站在二号三号都是有一点小难受啦 但是可以稳稳的忙忙站在一号位已经是很优秀啦 而且站在一号位的时候 还会再提升气力加热 所以也不怕气力不够的问题 吃到石器 它行动的时候会直接叠满 这个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应用 情况啦 然后 当初也有跟大家计算过嘛 可以破翼的输出 破翼的输出一回合 配合它的主动剂 虽然说发动条件有一点小麻烦 需要GT hero类别 然后名称带有孙悟空的角色 在同一个攻击系列中啦 可是 威力 真的是 很猛 欸 发动中 还有59%的会心 会心发动力 所以 就是这么个点啦 可能 就是打着打着到最后一回合 要破的时候 它 一轮主动剂 二连必杀过去 先把敌人解决掉 嗯 因为火力够高嘛 然后又可以扛得住一号位 所以 这个是它的优秀点啦 然后 队长技的话 也不算是太差 因为亲友之半 这个类别 蛮大的 然后 龙族探警者就比较小一点 比较可惜的 其实是它 Extra的30% GT hero 目前的GT hero来说是 开始往比较 弱势的方向走啦 在以跟年头来比的 情况下 因为后半年没有特别的加强嘛 不过依卵是非常的猛啦 这张小潘 看来讲 破益的伤害 想想都可怕 OK 这个就是第6名嘛 那么来到第5名的话 是一张非常非常新的角色 然后我又没有抽到的 就是 Yamuja啦 Yamuja 真的是太猛了 其实 它猛的第1点啦 就是它的队长计啦 地球异程的战士 下人片 然后 地球人跟龟先流 也就是说啦 基本上 悟空 都可以组进去 刚才就有说到了 悟空可以组进去的队伍 就是强 而且还吃得到200% 然后 Yamuja本身 也非常的强 毕萨上面是没有什么特别啦 一回合攻击上身 超觉特大伤害 然后高确立气绝嘛 这个点就没有什么太特别 可是被动上面 这个被动有够惨 自身登场值 队伍内除了自身外啦 地球异程的战士类别的 我方全员 5体以上 就可以登场演出啦 但是 没有什么难度 因为 Yamuja来组队的话 绝对是全部都是地球异程的战士啦 这是肯定的 登场4回合内 自身气力加2 攻防150% 然后自身的气力加2攻防150% 这个是主要自身的被动会长期存在的 然后每一次攻击 攻防30%提升 最大150% 然后中确立会行发动 高确立回避 必定追加攻击 高确立避杀发动 敌人攻击 成功回避的当个回合 又可以再追加攻击 高确立避杀发动 避杀发动 的 当个回合啦 每一次避杀发动的当个回合 回避力再提升10% 其实这一张Yamuja 如果是站在1号会 成功回避一次 单回合 最大4发避杀的可能 哎这个是 很夸张 然后再配上主动剂 它的主动剂的触发 也是非常的简单 只要攻击参加中 全焰都是地球异程的战士就可以触发 可能一进场 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直接使用啦 虽然说是不太会这样子啦 嗯 再来 就是 它的回避能力 我们就说啦 我们不把它放在1号位 放在2号位 我们最大也是 配合自己的潜能点 是有三发必杀 然后再配上它的高确立的回避50% 这样子的话 加多30% 其实可以 相对看成 80%的回避能力啦 所以这个是 非常夸张的数据 如果是 把主动剂也算进去的话 我们就很直接来讲的话 就是 90% 其实它好像还有另外的算式啦 但是我不太确定 但是我们就讲简单啦 主动剂10% 必杀三连发 就有 30% 再加上高确立50% 就90% 这样子的回避能力 所以生存力度来说 这张Yamuchia本身很强 然后带了队员也是非常的强 所以它会拿到很高的排名啦 其实大家可以看啦 5回合后 连击被动全触发 最大四发必杀啦 彩星 都有3000万的输出啦 所以如果是在5回合内的话 也就是第4回合的时候 全能力触发的话 它可以打出来的输出更加夸张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100%那边嘛 1125万 那个是相当夸张的 哈哈哈 然后 在回合5回合经过之后 剩下 150%的那个基础攻防的时候啦 也有42.3万的 防御力 然后再配上高的 那个回避能力 以及每一次必杀发动 回避能力继续牺牲 再加上它的输出力度 综合能力是非常高啦 然后再来最主要就是 它可以带的队员也很强 所以这张Yamuchia 会比较高 但是有一个牵点啦 连接比较缠绵一点 呃 龟派气功跟超战是会比较主流啦 然后 龟仙流 这个是很强的连接 但是 有的人 真的不多 这个是比较可惜的点啦 嗯 好 这个就是第5名的Yamuchia 那么让我们接着看下去 接着的话 就来到第4名啦 呀第4名这个 大家其实也不用想那么多啦 就是鸡牛队长啦 鸡牛队长在今年一整年啦 是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最大的惊喜啦 在3月份7周年之后推出的第1张限定卡 也算是相对冷门的角色啦 因为就人气而言 鸡牛队长嘛 不过他带着一张悟空你 最能力强到炸裂 在U-out限定来说啦 统治了上半年 整个年度啦 太猛了 这个鸡牛队长 基本上 现在的所有关卡啦 带着鸡牛队长 都能够通关啦 他就是这么个猛法 变身前 无限叠防 变身后 无限叠攻 这个的话 就可以好好的叠下去 然后我们很喜欢的能力 四代联击毕萨 他也有 然后又有 普助能力 这个就是他强悍的点啦 既然说在组队方面 可能我们大部分组上来的 都会是以 鸡牛特战队为主 但是他的队长技 其实很优秀 恐怖的征服 配合宇宙 横渡宇宙的战士 这个类别下来 里面200%的角色 有多强 辽奥佛格在里面 尤奥佛格在里面 大王在里面 想想都可怕 各种各样很强的角色 他都可以组得出来 所以就 队长技而言 是完全不属人的 嗯 然后自身的能力而言 更加的狂 看看他叠毕萨的速度就好了 大家 100% 五发毕萨之后 69万的防御力 去到 Selumax的关卡 扛普控不是问题 然后因为现在Selumax对 这个叫什么特殊知识 有特攻嘛 这个又有全属性效果拔群 所以火力在上面 大家如果有看过那些大佬 财新的 机纽特战对 青年这个Selumax就知道 差不多就是 4回合到5回合了 就可以直接打掉了 超级无敌的狂 然后 这张机纽就是在危机时刻 变身过后还可以回血59% 然后变身之后 又是一样啦 自带连击自带会行 还可以有回避力 会晶还达到50% 所以 还有机会看破毕萨 综合能力来说是 非常猛的 然后 前面 带着的 叠上来的防御力 也是可以带过来 通过数据大家可以看啦 变身前叠防4次 叠满被动之后啦 财新的时候也有78.2万 4次叠防就有这样子的防御力在这个状态 可以想象得到啦 这个能力到底有多强啦 鸡牛队长 讲真的这个是 根本就不需要太多去介绍鸡牛队长 他这一整年来 各种荣誉加深的 就是强 每一次提到鸡牛队长就是强 稳稳过队 就是这么个样子 所以 我自己 也花了400颗的红币啦 首次啊 换优傲的角色 第一张就是 贡献了给他 真的 不一样的世界 不一样的体验 很爽 哈哈哈 OK 这个是我们的鸡牛队长 第四名啦 鸡牛队长都这么强了 上面的三张 那么会更加的夸张啦 哈哈哈 OK 接着就是 第三名啦 第三名是我没有抽到啦 大家也知道啦 剩下 三张罢了嘛 一号 二号 跟小悟空 竟然是我没有抽到的 那就代表就是 二号啦 二号会排在这边 主要就是 应该说 就输在他本身啦 不属于扛伤角色啦 当然他的火力 猛 这个是肯定的啦 再来就是 队长记上面啦 剧场版Hero 人造人间 跟 Special Pose Special Pose这个类别 老实说 如果是把鸡牛战队 丢在他的这个 队伍内啦 其实是蛮浪费的 因为吃不到200% 对 队长记 嗯 看起来会很强 可是实际使用上来 还是很强啦 老实说 就算是178的鸡牛特战队 也还是很强 只不过是会有点可惜啦 嗯 高速战斗 好敌手这个类别 他的这个队长记 老实说 单单那个 那个 那个 气场版Hero 就够猛了啦 其实主要的考量点 因为前面这几张啦 这三张啦 最后的三名来说 队长记我觉得是 不相上下的啦 真的是不相上下啦 主要就是 在被动上面 可能就有一些些的差异啦 像这一张加码二号 他主要的强点是在于 他的火力 输出非常的猛 在四回合内的那个火力 超级猛 大家都知道 因为最大可以连击到 五发必杀 这个是他最狂的地方 满被动的那个回合 就是他第二次登场的时候 可惜就是可惜在于 他的防御力 不能扛在一号位 这个是比较可惜的点啦 讲不能扛一号位 也只是相对来说啦 如果是跟加码一号 做那个什么的话啦 做连接的话 叠满被动 初始 也是有一个 50万的防御力 当然这个也是因为 有来自加码一号的防御普助 还有连接加成 如果他自己一个人 其实就没有到这么高 就只有33.1万的防御力 这个在一号位会比较 逊色一些些啦 然后要开的必杀 两发 三发这样子 他的防御力才会拉上来 嗯 这边数据大家可以看得到啦 然后这张好的地方就是 他有这个气氮系必杀 高确率无效化啦 因为游戏中 也是非常多气氮系必杀的啦 不过当然这边 很多人会把这个加码二号排得 在可能加码一号之下一点 比小悟空高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这一张的火力 他就是单纯的火力强悍 然后防御力优秀 然后 一些东西啦 嗯 但是 我会觉得 小悟空比他更高 也是有原因的啦 这边 二号大致上给大家这样讲一下 接着我们直接来讲一下 小悟空会比他好的原因啦 嗯 帝掌记方面 刚才就说过啦 其实 这三张来说 都有各自的强点啦 嗯 小悟空虽然说是没有剧场版题咯 但是因为 那几次带着他来打 其实都 过得还蛮顺利的 嗯 这张小悟空 然后 小悟空强的点啊 其实就是在于他的被动上面啦 取得7亿 7个以上 我方全员 会心发动力跟减伤力 8% 游戏中 首张可以补助 队员 减伤的能力 这个8% 看起来不多啦 可是 实际上 配合道具呀 配合本身就有 高减伤的能力的角色啦 所发挥出来的能力真的是 不一般 像是 有些人就会直接这样带 把那个 这个苏金佛90%减伤的那张苏金佛 诶 幽傲的 带进队伍内 就算没有吃到任何的队长剂 搭配这张小悟空 的8%下去 诶 2%的伤害啦 在 5-6百万里面的输出 他都是可以扛到完的 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啦 Cellumax的必杀也是可以全扛 诶 可是那一张 苏金佛本身就没有任何的输出能力 就是一个扛伤点霸的变成 但是这也就是这张小悟空强悍的点 尤其就是跟他一起出来的 速小霸做搭配的时候 88%的小霸减伤 再配上 小霸本身强悍的防御力 就算本身是速速在 Cellumax的关卡上面也是可以全扛到完 嗯 因为他带给队友的效益实在太强了 所以我就是会把他的 排名往上拉一点 而且 双类别扑住 少年篇是比较可惜一点 没有到这么强 可是少年少女篇 就还蛮猛的啦 像 苏 霸天 提小特这两张 就很猛 配合这张更加的猛 诶 然后 悟空如果以这个小悟空本身为基 基础 做主打的话 也是可以弄到很强的队友 本身又可以转红猪 刺猪又可以增强 每一颗红猪又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的减伤和会心能力 所以这一张来说就是 自带联机 自带会心 自带减伤 这种都是我们很喜欢的能力 小悟空全部都有 然后 还可以 可以补助别人 诶 这个就是 很完美的一张卡 类别又够多 老实说 他 就算只连上一个超级战 本身的能力 都超猛 大家可以看得到啦 诶 只连上超级战 吃到七颗七一浪 也有 609万的输出 跟49.7万的防御力 在行动之后 所以 以这样子的数据来说 我觉得把他拉到这么高的排名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那么在这一张小悟空之上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架码一号啦 最主要也是得意 他的队长既有 机场版Hilo 刚才就说过了嘛 这三张他们的类别都很强 然后这一张又更加猛的点就是 一开始他有全属性格的 被动跌满 有50%的减伤 其实来到 前面这几名 需要做更多的解释是不太需要啦 因为他本身就是很猛 本身就是很猛 主要就是因为他减伤的关系 50%的减伤站在一号位 行动前如果说是搭配加码二号的话啦 有51.2万 这样高的防御力站在一号位 配合50%的减伤其实就是 完全扛得住伤害啦 然后本身的输出也不低 也有达到1000万 然后再配上一个中确率的彗星 打出彗星的话 也将近2000万的输出 所以要输出有输出 要 扛伤能力有扛伤能力 再加上他的 补助能力 是为队员加防 这个也算是还蛮重要的点 然后他本身的 那个 讲讲讲 无效化的能力虽然说是对格斗戏罢了啦 但是也算是一个bonus啦 嗯 这张比较可惜就是 应该说加码一号加码二号比较可惜 是没有主动剂啦 如果有主动剂的话 他们可能会更猛 然后这一张的话 如果是没有连接的情况下啦 行动前37.9万的防御力 其实跟二号看起来好像是差不多 但是他优秀的点就是 他的那个减伤在啦 扛在一号位 还算是有机会扛得下来的 不要讲哪去扛Celomax啦 谁也扛不住嘛 哈哈哈 应该说没几张扛得住 然后 这一张是机场版Hero对不对 他可以跟第2名的小悟空做搭配 从50%的减伤变成58% 能力又再更提升啦 哈哈哈 这就是小悟空的强悍点啦 完完全全的 能力发挥上来真的是 嗯 搭配起来啦 因为 我们这个游戏就是互相搭配嘛 互相辅助牺牲 会 可以拉到很好的地步 啊 这个就是我个人啦 今年12张 限定卡啦 U-Ao限定的排名啦 第一名我最后是给到加码一号啦 主要就是扛伤能力真的是够优秀 输出方面也有一个不错的值 就最佳搭档跟二号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是很猛 真的是很猛 通过刚才的数据大家也看得到啦 然后至于其他角色嘛 其实 前面的11名啦 都是有2022年的水准 唯有那个第12名啦 是有一种回到2020年的感觉 真的是有种回到2020年的感觉 要不是对掌机是有200%的话啦 真的是蛮lux的啦 我们的那个lux only讲 不管怎么样 这一次12张 12张限定啦 的排名就是 刚才说到的那个样子啦 嗯 那么 这样子的排名 大家觉得怎么个样 然后大家自己 的心目中 这12张的排名又是怎么样子 但是 不管是 大家的排名是怎么样啦 我相信 Lattice 在大家的心目中的排名 应该是一致的啦 肯定不会有任何的 触得任何的差错 OK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比较慢点